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犯罪行为总是有很多不同类型 但是在刑法学上 我们一般将危害行为分为几种基本形式 一种是作为 一种是不作为 还有一种是赤油 现在我们先将第一种形式作为 说为作为是指行为人以积极的身体活动实施的 违反禁制性规范的危害行为 这种行为的特点就是行为人以积极的身体活动来设施 通过自己这些活动来给刑法保护的合法利益 造成种种损害 它违反是刑法禁制性的规定 也就是说不必这样做 那么我们性化中大多数的犯罪都是由作为实施的 或者说可以由作为实施 因此这种行为在现实中不难来判断 那么作为的主要实施方式 由下面一几类 一个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活动 比如说拳脚 这就是进击活动 第二是利用一些无知情的工具 比如砖头啊 石头啊 枪子啊 比如利用自然力 比如把人推到一些河里边去啊 还有利用动物来伤害他人的 甚至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其他不知情的第三者 或者说利用那些无刑刺责任能力的人 来替自己犯罪 这都是作为 第二种危害行为的基本类型是 不作为 不作为实施的行为人 富有十四目中积极行为的特定法律义务 能够立行而不立行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那么理由这种行为 在社会当中判断起来相对比较困难 它有自己很多特点 因此呢 我们到后备要详细来讲它的一些特点 第三种危害行为是赤油 赤油在1970年刑法里面 是没有规定这个概念的 但在97年刑法里面 以及97年刑法修正之后 赤油性犯罪 在我国刑法里面逐渐逐渐开始出现 而且多了起来 你比如非法赤油毒品 非法赤油绝密资料 赤油假币 以及赤油未遭的发票等等 那么什么是赤油呢 赤油就是行为人对特定物品 进行事实上或者法律上支配控制的状态 也就是说 在行为人的身边 住所等地方 发现了法律禁止 个人赤油的特定物品 这就属于赤油 那么刑法规定 赤油性犯罪 主要是为了严密法王 减轻 公诉证明责任 节省司法资本 提高司法效率 增加刑法的威慑力 你比如有一年 一天呢 有一个周睦睦 与另外一个人 事先电话联系 带着两包摆色的晶蹄 一些药片 然后呢 一约到附近一个酒店 开了一个房间 在那边吸毒 后来被民警抓获了 后来鉴定 那么这些摆色的晶蹄和药片呢 里边都含有家籍本民安 那以为这些东西都是毒品 但是由于他们既不是贩卖的 又不是制造的 又不是运输的 但是呢 他们确实不该拥有这些东西 而在身边发现了 因此 他们的行为就构成了 非法赤油赌贫罪 周末后来北一 非法赤油赌贫罪 判处六个月的邮寄途刑 并发法金人民币一千元 这就是赤油性犯罪 那么危害行为呢 就是这三种基本的类型 下面我们注定讲一下 犯罪的不作为 不作为刚才讲了 负有失私母中行为的特定法律义务 能够立行而不立行的危害行为 那么这种行为成立犯罪 一般来说具备三个条件 首先 行为人具有失私母中作为的特定法律义务 这次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前提 也就是说在法律上他应该积聚失私母中活动 但是呢他就不失私了 从而违背了法律的命令性规定 其次 行为人有立行这种法律义务的能力 也就是说对他来说 立行这种义务并不困难 最后行为人没有立行这种特定法律义务 而侵犯了性法保护的社会关系 没有立行包括没有完全的立行 也包括根本就没有立行 这是不作为成立犯罪的三个条件 不作为犯罪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经常发现的 你比如有一个姓石的男35岁 他经常虐待妻子 一天 他的妻子因为不堪拭目的毒打 在拭目走后复毒自杀 邻居发现以后 那么赶快把他师母找回来 要师母赶快将妻子送往医院抢救 但是呢 师母既不抢救 也不让邻居抢救 很恶恶恶的说 我就要看着他死 最后 邻居民强行将师母妻子送往医院 但是由于时间拖延太久 终于抢救五小死亡 在这个案件当中 第一 师母是被害人的丈夫 在法律上他由对自己的妻子进行抚养的义务 因此当他遇到 妻子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他由义务去抢救 第二 当时情况下他完全有能力抢救 第三 故意不抢救 而看到了妻子死亡 因此 那么师母的行为就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那么这个故意杀人就是以不作为方式施死的故意杀人 不作为他表现为一种静的形式 但是这里要注意 他不是完全表现为身体的静 就是说不作为的本质在于 懈怠应尽的法律义务 没有施死法律所要求施死的阵地活动 因此呢 不一定都表现为身体的静止和消极 因为有些儿女对自己的年老的父母不赡养 这本身就是一种不作为 有些父母亲到家里来以后 还把他赶出去 这个赶虽然是看上去是积极的 但是呢 本质在于通过赶来推托应尽的赡养父母的法律义务 这仍然是不作为 不作为之所以能够作为危害行为来看待 就在于 他和作为一样 同样能够侵犯性法保护的社会关系 因为有些社会关系遇到危险的时候 法律就赋予一定的人来例行一定的义务 通过失事一定活动去排除这种危险 所以说 如果说有义务有能力去排除 而不排除 而让危害行为 危害而让这个危险变成现实的 这同样是对社会有害的 那么这样一来 不作为构成犯罪 判断是不是有特定的法律义务 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如果没有法律义务 那么即使有道德义务不理行 也自是受道德谴责 他不可能构成罪 只有法律义务不理行的 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 那么不作为的法律义务 它的来源有哪些方面呢 有下面几方面 第一 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 也就是包括国家制定和认可 并且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失事的 一切行为规范里边 所规定的法律义务 比如说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 条例 规章 等等 那么比如我们刑法第261条规定 对于年老年幼患病 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非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 清洁恶劣的 处五年以下于居徒刑或者管制 这个以弃罪的法律义务 就是有关的婚姻家庭法律边所规定的 不作为第二种义务来源 是职务或者业务上所要求的义务 也就是行为人 从事了特定的职务职业 或者具有特定的职务 而根据这种职务和业务的要求 他必须立行一定的义务 去实施一些积极的身体活动 例如警察 有维护社会治安 保护公民安全的义务 再比如医生 有救死扶伤 治病的义务 消防队员有救活的义务 这些义务不理性的 同样可能构成刑法中的犯罪 但认定这种义务的时候 要注意几点 第一 社会人必须要是从事特定的职务 或者业务的人 主体身份要具备 第二 要注意义务的时间 也只有在执行职务 或者从事业务的时候 他才有这个义务 立了这个职务特定的时间 地点不具有这个义务了 第三种是义务的对象 因为义务 只有业务引起的义务 它总是有特定的内容的 因此只有在这个范围之内 他才有立行的职责 第三种不作为法律义务的来源 是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 所谓法律行为 就是依照法律说 实施一种合法行为 但是由此而产生了一定的 权利义务关系 你比如受雇佣 而给他人照顾儿童的 这就是有雇佣关系引起来的 那么在这个雇佣关系期间 职务人就应当按照合同规定 对这个有关的儿童 尽到照顾的义务 第四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 这次的是 由于职务人先行行为 二次刑法说保护他社会关系 出于危险状态时 行为人腐游以采取有效措施 排除危险 或者仿制危害结果 发生的特定义务 你比如 一些人抽烟的时候乱扔盐头 结果导致发现 可能有火灾发生的危险性 在这个时候 他就必须去采取积极的行动 消除火灾隐患 再比如有些人骑车子太快 结果不小心把人给撞倒了 撞伤了 在这个时候他就有强救的义务 而不能说丢下就不管了 如果说这种义务不理性的 也能构成刑法中的犯罪 那么一不作为 说构成犯罪 我们叫做不作为的犯罪 不作为犯罪在理论上 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纯正的不作为犯 一种是不纯正的不作为犯 所谓纯正的不作为犯事 以不作为的方式 实施 只能有不作为才能构成的罪 就是刑法规定这种罪 就是只能以不作为实施的 刚才我们讲的一弃罪 就是以不作为实施的 所谓不纯正的不作为犯事 以不作为的方式 实施了通常能有作为构成的罪 你们故意杀人 通常杀人都是作为构成的 但是以不作为方式 也能构成杀人 这个时候杀人罪 就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从我国性法规定来看 性法分则里面说规定的罪 有一些只能有作为构成 这是多数罪 有一些只能有不作为构成 这是少数的 有些罪通常是有作为构成 但也可以有不作为构成 当然也有些罪是同时包含作为 和不作为两种行为 你比如说抗税罪 它就包含了 一有拿出的义务 而就不交纳税款 这是不作为 第二对于收拾的人 是用暴力威胁方法 来积极地抗拒交纳税款 那么就构成了抗税 作为和不作为都能构成犯罪 但是我们要注意 在认定不作为犯罪的时候 要注意两点 一不能把作为与不作为的划分 同故意与过失划分区别开来 这是两种不同的犯罪分类 作为不作为是从客观方面 行为的方式上来划分的 而故意和过失呢 这是从主观的罪过形式上划分的 第二个是 有了认情作为犯罪和不作为犯罪的 危害程度的关系 不能一概认为 不作为犯罪有危害 就一定会侵略作为犯罪 因为有些时候 不作为犯罪有危害性 可能比作为危害性还要大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